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间有一颗红红的枣 外婆一掀锅盖 煮熟的粽子就飘出一股清香来 包开粽叶 咬一口粽子 真是又黏又甜 外婆包的粽子十分好吃 花样也多 除了红枣粽 还有红豆粽和鲜肉粽 我们在外婆家美滋滋地吃了之后 外婆还会装一小男粽子要我们带回去 分给邻居吃 长大了 我才知道 人们端午节吃粽子 据说是为了纪念爱国诗人屈原 好 读好了吗 同学们 我们这一篇课文是一篇比较难读的课文 难读在什么地方吗 因为它里面的句子都是长句子 我们来看 非常大部分的句子都是由 里面有两个够好 对不对 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一个长句子 所以我们要读好它就比较难 但是呢 读长句子我们也有技巧 那么接下来我想要读一读这两个句子吧 看一看是什么技巧能够让我们读好这些长句子呢 首先看第一句 它中间就有一个逗号 外婆包的粽子十分好吃 花样也多 那么在读长句的时候 我们要学会划分 就是那个划分停顿 还有中读的那个关键字和词 像我们读古诗一样 你看前面这一节字比较多对不对 但是我们虽然没有发现逗号 我们也可以来停顿 就是略短的停顿 怎么停顿呢 短语后面我们停顿一下 形容词或副词后面 我们可以停顿一下 比如说外婆包的粽子 这里我们就可以连读对不对 谁包的粽子 这是主语 它怎么样呢 十分好吃 这四个字啊 我们可以在十分后面又画一根斜线 来表示停顿 十分好吃 而且十分我们要中读 表示非常好吃 让读者听出这个很好吃的这种感觉来 所以呢 我们在读这个句子的时候就学会 在这个短句当中划分停顿 还有中读 好 然后花样也多 我们不要连读 我们可以在花样后面稍稍的停一下 花样也多 这样子啊 让读者听起来就知道 这个粽子不仅好吃 而且变化多端 对不对 有各种各样的 就是花样 花样多 好 根据杨老师的提示 我们再来读一下 看是不是能够读得更好了 外婆包的粽子 十分好吃 花样也多 嗯 是不是 我们看到有逗号的地方 就要很明显的有停顿 要停长一点 但是在没有逗号的这个长句子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自己划分 然后停顿稍微短一点 然后就可以把这个句子读准确 还有流畅了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 这个句子就更长了 它中间出现了两个逗号 好 那我们一起来划分一下 停顿和要中读的 长大了 我才知道 小朋友们你知道在哪里停顿比较好吗 哎 有小朋友举手了 他说我要在长大了 后面停顿一下 嗯 非常棒 然后后面呢 就是主语 干什么 怎么样 我才知道 连读 对不对 那么哪两个字要中读呢 哪两个字 哎 知道 要中读 好 我们来读一下 长大了 我才知道 嗯 好 我们再看第二句 人们端午节吃粽子 嗯 应该在哪里停顿 哎 人们这里可以稍稍停顿一下 端午节是一个词语 我们可以在这里停顿一下 吃粽子 哎 是具体干什么 我们就可以 连读 对吧 好 我们再试一下 人们端午节吃粽子 你看 这一句就读好了 读完整读顺了 是不是 最后一句 据说是为了纪念爱国诗人 屈原 哎 据说后面我们可以停顿 据说它是个词语 据说什么呢 是为了 这里可以稍稍停顿一下 纪念 哎 纪念是个词语 对不对 又是个动词 那我们可以中读 纪念 谁 爱国诗人 屈原 嗯 好 根据杨老师的划分 你再读一读 看是不是能够读好了 不会出错了 长大了 长大了 我才知道 人们端午节吃粽子 据说是为了纪念爱国诗人屈原 哎 这就是我们读好长句子的方法 你学会了吗 好了 那么课文我们读好以后也学了这一个读句子的要点 以后我们就开始进入到我会写的生字环节了 接着我们看第一个字 认识吗 哎 他读 五 五 这个五字啊 他一般像在主词当中是在中午 对吧 中午 五间 五一般是指上午的十一点钟到下午的一点钟之间的这一段时间 特别是指十二点钟这一段时间我们称为五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是一个读体字啊 远看像不像一个牛子啊 哎 那么走近一看 你又发现没有出头这一数 所以就没有牛头 哎 我们可以这样来记这个生字 远看像头牛 近看牛没头 对不对 那就是我们的五字 好 读体字我们看一下它怎么写 撇 横 横 竖 四笔写成 好 观察一下怎么写好它 第一笔撇 不能太长 齐笔在竖中线 收笔也在 这个左上格啊 撇要写的这个田字格的左边 好 接着呢 写这一短横 在上半格 第三笔 这一横要写的长 齐笔在 哪里啊 横中线 并且它的齐笔位置啊 要超过这个撇的收笔位置 哎 要从它的左边齐笔 然后沿着横中线写一横过来 接着最后写一个玄珍树 这一树刚好与树中线重合 好 请小朋友们按照这个要点 笔画的要 要点啊 来把这个字写好 写好以后读下它的词语 中午 午休 同学们中午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的午休 这样下午上课的时候啊 才有精神 好 接着我们看第二个身子 结 结 结是一个上下结构的身子 哎 部首是草字头 好 那么上下结构的身子呢 是要从上写到下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笔画顺序 横 树 树 横 折 勾 树 好 草字头啊 一定要写在这个田字格的上半格中间位置 第一横 稍长 中间的两树要短 并且这个树啊 要往下面收笔处 要往中间靠楼 那么写出来以后 这两个树啊 是上面宽一点 下面要窄一点 这样草字头 草头才会好看 下面的这个部件 横折勾这一横啊 宽度不能超过上面草头这一横的宽度 而且写横折勾的时候啊 注意这个横 不能够挨着草头这两树的收笔位置 它们中间一定要有距离 最后写一个树 短短的悬真树 靠近树中线写下来 就是我们的过节的节字 好 请小朋友 更要是读一下它的词语 节日 节约 节日 这个词我们很明白它的意思 那么节约呢 是什么意思啊 我们用造句的方式来说一下它的意思 嗯 我们一定要节约用水 因为水资源是非常的宝贵的啊 好 那么请小朋友们造成这个字来写一写吧 注意它的关键笔画 好 写完了以后呢 现在我们要是看第三个生字 叶 叶 叶子的叶 糯米叶 哎 落叶 好 这个叶子呢 它是一个口字加个十字啊 左右结构 口字旁 那么从左写到右 我们一起来写一下 竖 横折 横 横 竖 嗯 好 口字簿 看一下 它要写在横中线靠上的位置 右边的这个十呢 哎 横要写在横中线上 并且不能写的太长 而且它的高度呢不能超过这个口字簿啊 不要写上的 最后写一个悬真竖 悬真竖呢 是刚好平分的这一横的 要写在竖中线右边位置啊 字比较简单 可是要写好看 并不容易 请小朋友们注意每个笔画的位置 好 写一写吧 主词有 树叶 叶片 好 接着我们看 米 大米的米字 米 米是一个独体字 我们查字典的时候啊 就查这一个字 米字啊 我们看一下它是怎样写的 点 撇 横 竖 撇 那 一共几笔啊 我们来数一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六笔写成哦 一定要注意了 它的位置 先写上面的 点撇 两个小米粒 再写中间的 横 这一横 起笔在横中线 要往右上角 略提 然后呢 不要写的太长 中间这一树和 树中线重合 再写 撇 辣 好 写完以后呢 请跟杨老师读一读词语 大米 千米 大米是我们平时吃的 粮食 那么千米是什么 千米是一种长度单位啊 在小朋友们读 高年级的时候就会认识到它了啊 是一种长度单位 千米 嗯 好 我们看第四个字 真 哎 真 真 它是个前笔音 加翘声音 之恩 真 那么与它相反的是哪个字啊 对了 是假字 真 假 是一对反译词啊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个字 它的不少呢 是上面的横竖 比较十字头啊 那么我们来写一下它 从上往下写 横竖 竖 横折 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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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横 千万不能直写两横啊 直写两横就是个错别字啦 一定要注意啊 而且这三横的中间这一短横啊 刚好是写在横中线上的 所以你要注意啊 这个位置 第一横一定要短 第二 比这一竖呢 它要往左边绿斜一点 发现没有 其余在竖中线 但是它要往左边绿斜 再写竖 横折 竖长一点 横要短一点 好 然后中间的三横呢 要一次排开 这个距离啊 中间的距离 间隔的距离要适中啊 不能两横写的特别靠近 然后右两横写的特别的分开 那就不好看了 一定要平均的分在里面 才好看 然后再写这一长横 写在下面封口 最后给它加 两条腿 撇点 两条小短腿 来把这个字立起来 对不对 如果把这个两点去掉的话 你发现是什么字了吗 对了 就是直字 一直的直 笔直的直 加了两点 就是真 真假的真 嗯 好 这也就是我们的真字 我们看一下它的词语 真实 真心 嗯 我们对人要真心 好 请小朋友们照着这个字 认真的写一遍吧 写好以后 接着我们一起来看下一个生字 分 分 分 钳笔音 啊 上一堂课杨老师讲过了 最后字一定要注意的是上面这个八字头 它是个八字啊 不能够写成入字 撇和辣一定要把它分开 好 下面是个刀字 我们看一下这个字怎么写 撇 拉 横折钩 撇 四笔写成的分字啊 撇 起笔位置在 左上格 收笔位置在 横中线 不要写太长 拉 起笔位置在撇的其余位置的正上方 哎 要过一点点竖中线 然后往右下边 拉下来 立住 立在了横中线上 左右要对称 好 第三笔横折钩 的横 要和这个横中线 从合 最后写撇 嗯 撇不要太长啊 这就是分字 接着我们读下它的词语 分开 分别 好 请小朋友们照着这个字 在本子上写一写吧 写好了吗 接着我们再来学习一个分字 豆 豆 红豆 绿豆 黄豆 哎 豆子 对吧 这个字我们要从上写到下 我们看一下它的笔顺 横 竖 横折 横 点 撇 横 看清楚了吗 好 我们注意一下它的笔画 第一笔横要短 写在上半格中间 第二个部件口子 要写在横中线以上的位置 笔上面这一横要略宽 下面的点撇要立起来 但是不要碰到上面的这个口部 最后写一横 它是一个长横啊 是这一个身子当中最宽的一个笔画 要把它写的时候呢 要让它挨到这个撇的收笔位置 让它把这个字给连起来 就是我们的豆子 好 请小朋友们照写一下吧 好 仔细检查一下 小朋友们 这一横是不是落在了横中线呀 如果能够把这一横 刚好写在红中线上的小朋友 你一定是很会观察的 观察的特别仔细的孩子 好了 那么今天的这一堂课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了 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所有内容 那么下一堂课 我们再见 再见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